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去年的六月开始跟着袁福老师学画 到目前为止大概有一年三个月的时间 有老师的鼓励 所以就有这本画册的诞生 还有感谢我们台电处长他们挪出了这些空间 做了文艺走廊这个位置 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展示的空间 让所有从这里走过路过来洽工的人 让他们分享一下我的喜悦 我觉得画画并不难 学画很开心 希望借着这个展览 我要告诉所有的妈妈们 有时候带着孩子或是带着妈妈 一起到画室看看我在做画 那这对整个家里面的气氛 会是很大的不一样哦 周若美跟随袁福老师学画一年多 极有个人的画册诞生 她觉得画画很快乐 而且学画并不难 鼓励年轻人和妈妈们能多多来学 除了能广结同好 并能让自己成长增加智慧 进而影响整个家庭 此次画展她更展出了 其个人独创的画作 对于她的创意发想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这一个她的背面 其实她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三甲板 那这样讲是没你那帮 那刚好我老师要替我表框的时候 被我发现了 那我就问老师 老师她这个树的年轮好漂亮哦 我可以把它当成是沙漠吗 那我在问我们老师 什么问题我可以怎么画的时候 我们老师她一年多来 只给了我一个答案 可以啊 然后我就把它当成沙漠中的一个绿洲 天上两棵椰子树 然后几只骆驼 这样子就很简单就成为了一幅画 简单的巧思 独特的创意 拼凑出一幅幅独一无二的创作 周若美的大波彩画展 展出创作精彩丰富 欢迎喜好艺文相亲 踊跃历临欣赏